嗨大家好 我是劉一亨 歡迎收看我劉一亨 專門介紹不動產的頻道 我主要是介紹中部地區的不動產為主 而且我們的頻道物件數中部第一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每天都會拍車上架的物件 我現在來到台中市的豐原區 在三峰路的巷子裡面 不是三峰路不好意思 這一條叫做豐柯路 前面出去那個紅綠燈就是豐柯路 豐柯路在豐原大道旁邊 也是在豐原大道旁邊 那這邊離市區很近了 大概三分鐘 三分鐘出去就是市中心了 那這一間是有電梯的 青烏嶺的後天結束 這一間寫瘦大大的瘦 這就是這一間 第二間 它是屬來第二間 還有採光罩 對 它的採光罩已經做好了 屋齡三年 新屋齡 但是有短暫的住過 然後它是大面寬 大面寬 大概五米半 大概五米半 可以停兩台車 這個車區 它是不是算小建商 小建商蓋的 一二三四五 五米多一點 五米多一點 還不到五米半 不過要停兩台車是一定沒問題的 可以看這個前院的寬度就知道 停兩台車是非常OK 好 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傳統型的 前院停車 有一個小小的後院 再加上它有電梯 那 它這個地平有三十一坪 地平有三十一坪 因為它這個面寬 大概超過五米 所以你會覺得它裡面的空間還蠻寬敞的 而且地平三十一坪 雖然不是肉底 肉底大概二十五坪 肉底二十五坪 然後它的道路池分 前面的道路池分 淡了六坪 淡了六坪的道路池分 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都不開燈喔 非常的亮 很明亮 現在下午 現在下午 現在是下午四點多 快傍晚了 快傍晚了 看一下這個小小的後院 其實它前後臨路耶 其實它前後臨路耶 我們可以看一下後面有一條路 後面有一條路 能走嗎 它那個是四人香皂 這屬於一個四人香皂 其實是不能通行 這邊可以放洗衣機啦 當然你要在頂樓洗衣服也更OK 這邊也可以放 這邊有水龍桶 熱水器在這 沒有天然氣 這個是瓦斯蟲的 這是瓦斯蟲的 沒有天然氣 這個後院還算少 你看隔壁 隔壁它有針劍塗 它有針劍塗 我們只有 我們只是採光罩 簡單的採光罩而已 不過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通風 通風明亮 因為你後面把它遮起來 你的後面這個廚房這邊就會很暗 這樣子你把它整個都蓋起來 這邊就沒有這個採光了 後面就會更暗 好 看一下它的衛浴 第一樓衛浴有開窗 是沒有開燈 我現在完全沒有開燈 非常的明亮 要看水壓嗎 水壓 好啊 這水壓也很大 非常大 它這個是瓦斯蟲 瓦斯桶 是瓦斯桶 這是它的臨內牌的系列 這是抽油煙機 臨內的 那個烘碗機 都有使用痕跡 但是都還有九層新以上 都很新 看起來都很新 客廳很寬敞 客廳很寬敞 然後這邊可以做個餐廳 這邊可以做個餐廳 很寬敞 然後這邊也是 煮飯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弄個把臺 弄個把臺 放在這裡 在那邊切切菜 或者是煮好的菜 可以先放在這裡 或者是 也 看 當然看家庭租庫 我們規劃 吃媽媽 就是 建議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可以做殘酷的工 可以 他樓梯底下有個空間 可以讓你擺平行 因為我看你們家 好像是在這裡做 吧台 誰家 你 我家 我家有沒有有吧台 我說老家 對啊 我們說上次去看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櫃子 雖然上面都是平靈罐罐 那不是我老家 那是我姐姐家 我姐姐買的房子 他有做一堆 但是 我覺得 因為我姐姐他們東西 就是習慣不好 你越多東西給他放 他就擺越多雜物 哦 所以 就有點失去那個初衷了 就是實用性的那個路 對 我們看一下電梯 他 四層樓 大鵬奧第四電梯 450公斤 六個人 六個人有點勉強 我覺得 空間難 太小了 這個 三個人 四個人差不多 然後他這個 這個電梯 是合格的 還有許可證 檢查合格 但 新的 家用電梯都比較滿 都比較滿意 好來看頂樓 小心 太透明了 他的玻璃也太乾淨了吧 這是一個限制 好 OK 這裡就是 他的 那個頂樓的路臺 下面就是他們的車庫 前院車庫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對面 看到有一個 牆角 是有沒有壁刀呢 我不認為那是壁刀 因為你看 我們看 剛好 他的那個牆角是切起 我們的牆壁 所以那個不算壁刀 OK 但是 實在是 有些 買方 就是 都會比較擔心這一點 他是介意 說真的 這裡又不是荒郊野外 到處都會看得到房子 你看到房子 都會看得到別人的 牆角 然後我們說 你看 是不是那個 壁刀 全部都是壁刀 那你乾脆 你去住 通膠野外算了 附近不會有房子 有時候那個壁刀的認知 我就覺得 就是壁刀是要幹嘛的 我也搞不清楚 人家覺得不吉利 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 他們的科學 很討厭著台灣人的 風俗習慣 我自己 都不 我們家 以前有壁刀的 我也不會怎麼樣 陸崇尾也是睡得好好 我知道 解決方法就是把房子蓋成圓的 那邊 那邊 他這裡 你看擺了三個天然 哇 沒有天然氣 如果你可以接受他沒有天然氣 我們再來看房子 這是熱水器 這個是恆溫的 恆溫的熱水器 就在那邊洗衣服 曬衣服 蠻方便的 啊 為什麼他的 曬衣架只有這裡有 你擦一看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不要擺 啊 在帶嗎 對 因為他正前房 陳明廳的正前房 對耶 陳明廳的正前房看出去 是不能看到房子有衣服的 改曬衣服的 這樣看出去就乾乾淨淨的 嗯 就 你要照那邊 對 就是這樣乾乾淨淨的 就沒有看到任何的衣服 嗯 對 他就把他避開來 那冷氣看起來就都很閒 其實都很閒 嗯 我們走樓梯下去看一下這樓梯間 這樓梯間還算寬大 好 然後也有開窗 嗯 我現在都不開燈 沒有任何燈 都 開窗 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明亮 好 我們先看後面的房間 後面的房間 他沒有 沒有 不是套房 不是套房 因為他有做一個窗台出來 好 可以擺放那個冷氣主機可以放兩台 嗯 這間之前賣2980 現在降300萬 哇 2680 嗯 所以我又拍了一次 好 然後 衛浴就要開燈了 衛浴就要開燈了 衛浴要開燈了 對 對 還是乾脆分離 然後他還有四合一的 四合一的 四合一的暖空機 嗯 換氣 空氣精華 定時照明 欸 有燈耶 它也有照明的功能 換機 OK 好 我們看前面的房間 前面的房間很大 比後面的房間還要大 那這個大概 因為它面寬很寬 面寬寬 所以你會覺得房間還蠻大 面寬寬 像那邊 這個房間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沒有這邊的空間 就會覺得比較小 嗯 它也有冷氣 每一間都有冷氣 都有分離自冷氣 欸 這些冷氣要拆走了 欸 對 它拆掉了 好吧 好 拆了也沒辦法 好 那我們再下一層樓 降300萬 是因為不好賣嗎 其實啊 嗯 現在房子確實比較不好賣 好 對 一樣 就是一樣 冷氣沒有拆走 對 對 它為什麼只拆那一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拆哪一台 正一樣 也是有 那個 這個要做乾脂分離也是可以 好 然後它的 軟 軟風機的 控制器在這裡 在旁邊 在旁邊這裡 它有免治馬桶 嗯 看你要不要說乾脂分離自己決定 好 來 前面的房間 一樣大 也很大 跟樓上格局是一樣的 好 是 那邊二樓 那我們回到一樓 這 電梯 的位置 恰到好處 在房間 對啊 然後這邊樓梯下去 那就是到一樓的房間 新房子 2980 其實 我覺得 出身的 呃 以現在的房價 不算算 已經 別的地方是更貴啦 啊 因為我們有賣幾間有電梯的人 比如說 逼近三千萬 那現在又降了三百 2680 那當然有人還是會嫌貴 一定 噴頭人嫌貴 沒關係啊 我們不看房子嘛 就多比較 多比較 等一下 我可能還要去看 拍一間神鋼的 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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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的 有平面車位 全新的 你猜它要賣多少 三房喔 神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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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2088 蛤 破兩千萬 對啊 所以都很貴啊 哇 那你想嘛 那一間神鋼 有人覺得是很偏僻的地方 它要賣超過兩千萬 齁 那這個 離市區那麼近的 你覺得 要賣多少 又有電梯 整個泡電 這樣子或這樣 對啊 所以 見得見識了 它有兩個電錶 樓上樓下 電錶分開來 你剛說的三房那個是 在色口 神鋼色口 那個就是 品數嗎 不是 對 40幾坪 建坪40幾坪 都差不多 因為一般的三房就是40幾坪 我剛還以為它是很 那種 很大的品數 沒有 就是一般的 小三房 OK 我們上次 我們去看一下街景 嗯 按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高 然後你的鑰匙 你剛剛收起來 喔 對 上次沒有拍街景 因為那時候是晚上 然後又起摩托車 這次我們終於開車來了 對 讓你看一下街景 我們去豐原的市區 晃晃 這條路出去就是 豐科路 好 這是六米巷喔 可以會車喔 這人是可以會車的 等一下要換那個吧 蛤 換車 要換車嗎 換什麼車 你不是要去深缸嗎 不用不用 因為那邊65米 等一下可能又要下來 好 好 欸 你是把它折起來 嗯 它剛剛好像撞到 喔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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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原這裡很多新的透天都是2000多萬 然後沒有電梯 嗯 沒有電梯 那我們這個是2680有電梯 嗯 有人會說那真的值得花2000多萬買一間電梯透天嗎 嗯 如果你想要買比較新的房子 有人會喜歡透天有人喜歡滑下 嗯 就是電梯滑下 就是電梯滑下 像前面那種電梯滑下 哦 這是都會假期 哦 都會假期 像這種 電梯滑下 一般 第一個土地 都是共同持有的啦 所以 而且都是樓上樓下 啊 那現在新的 都要2000萬 那 多加個幾百萬 可以擁有一間透天 其實我覺得會比較划算 如果你的預算狗 多個幾百萬 當然幾百萬沒那麼好賺 這邊右邊有一個7-11 當然幾百萬是沒那麼好賺 所以 當然是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這一條就是 峰原大道 這一條是峰原大道 然後 這邊 我剛才我是超捷徑小路 如果剛才 峰原大道右轉 就是三峰路 那我操這條小路進來 也是三峰路 但是離四距 就是可能省個 一兩百公尺 那前面 前面 左手邊就是 峰原國中 然後我們看到 那一整排 綠色的樹 那個就是 葫蘆頓公園 然後 葫蘆頓公園 左邊 就是 葫蘆頓公園 那 為什麼 五屬會願意降這個 三百萬 也不是因為幾手 是因為我們同事去跟他勸說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取得了 他三年前取得的時候 其實是滿便宜的 其實是滿便宜的 所以 所以一定會有客戶覺得說他賺太多 他取得也 比較一千多萬 不到兩千 不到兩千 才三年而已 他一次就要漲一千 超過一千 是有點下的 聽起來是有點下的 這你再去看看 像這個 富宇大宅峰頂 現在這個 預售屋三到四房 他這一瓶 五十五萬 一瓶五十五萬 一瓶五十五萬 那你一般的三房 大概就是四十幾瓶 也是要兩千多萬 對不對 也是要兩千多萬 所以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你去跟 新的預售屋去比 我們這一間透天 真的是划算 因為他 這邊就是市區 離市區 就在市區旁邊 然後 生活技能其實不會太差 我們這邊去 國道四號的交流道 基本上 就是 三分鐘 三分鐘就可以上 國道四號交流道 然後 上國道一號 也很快 大概 如果是國道一號 因為我們國道四號上去之後 就緊接著就是 國道一號交流道 不用一分鐘 所以 然後 如果你是在台東市 或者是上班 或者是其他 要去其他地方 因為交流道就在旁邊 蠻接近的 這條是圓環北路 離市區的圓環北路 就是這麼近 出來一點 如果沒有橫綠燈兩三分鐘就到了 左邊就是豬輝架齊 豬輝架齊這個大樓啊 其實是921的時候有 受損 那現在還賣多少 也是 有車位的也是要一千多萬 他以前有受損 就是 有安北路 這一個 豬輝架齊這個大樓 那我手上 是沒有豬輝架齊的物件 所以比較少提 因為這一間的正義性 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公司就比較 現在沒在解 那如果市面上 現在有人賣啊 就是有車位的 也是要破千萬 一千多萬 然後這邊 有一個 小背百貨 然後又 小背百貨又轉過去 就是 那個 全聯 這邊 豐原啊 有 的 的 那個 生活機能啊 其實是 以前的舊台中線 他生活機能 最好的地點 舊台中線的時代 那時候 我們有唯一的一間 舊台中線的 百貨公司 三四十年前就有了 現在都還 生意都還不錯 這也是全聯 這就是全聯 然後這一條就是三峰路一段 三峰路一段 左轉到底喔 就是 鳳雄火車展 去鳳雄火車展那邊 逛一下 右手邊有一個什麼 永和豆漿 大王 永和豆漿大王 這一間 還蠻好吃的 它的鹹豆漿 是我的最愛 常常會來這邊吃 然後 因為這裡是圓環內 這邊是 豐原的圓環內 所以生活機能 吃吃喝喝的 非常的多 然後而且這邊 離廟棟也很近了 其實這邊 從這邊走路是可以去廟棟的 離廟棟很近 那 豐原最熱鬧的就是廟棟 火車站多少 也就是這裡 好 這邊也有全家 其實這邊便利商店很多 很多間 後面有一間 Saven 剛才沒有從那邊經過 這邊右手邊 就是豐原國小 然後這邊是 這一個 葡魯頓郡 的 那個 綠站 左邊是郵政大樓 然後 正在改快完工 那以後也是一個商場 然後 這個圓環 前面這個紅綠燈 這個圓環就是 豐原火車站 這個就是豐原火車站 每一個屋主啊 他們 開架 要賣房子 一定都有 都是參照市場的行情 才會去 通常我們 我們 我們仲介有去跟他建議 像他之前開2980 我們那時候是覺得開的 有點高 所以就 因為我們的目的 目的是為了要幫他賣掉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幫他賣掉 所以就一直遊說他 降價 因為他的 真的取得成本比較便宜 很多買方都會不買賬 即使他的行情是怎樣 很多買方會去看市場 以前你買就是這麼便宜的價格 你現在要加那麼多錢 是這樣講沒錯 因為畢竟才三年而已 又不是二三十年 如果二三十年差很多 那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行情都長成這樣子 那二六八零其實也算行情 因為有些 我們目前手上也有其他的電梯透天的 全新的 最便宜的也要大概兩千三兩千四 這個我們有接的是在 在那個富陽路 富翁街那邊 富翁街那裡 也有全新的 兩千三兩千四 可是地坪沒那麼大 地坪比較小 然後它的格局 也沒有這一間那麼傳統 像這種傳統的是 比較多人喜歡的 因為畢竟 要 是最多人喜歡的樣式 才能成為經典跟傳統 那這也就是 剛才經過火車站了 那我們現在往前面 就是廟東夜市 我們介紹的周遭環境是希望 希望 別的縣市的人 第一次 在找房子的 所以 我們在介紹房子的時候 可以了解到 這邊周遭的生活機能跟環境 有很多觀眾 當然有很多觀眾 是對這裡很熟的人 就可以直接挑過去 因為他會覺得我廢話太多了 這裡 一直在我有記憶以來 這裡一直都非常的熱鬧 以前這邊是 那個 有一個地下道 現在已經填平了 因為 那個 台鐵高家化 但是 其實 那時候 就算沒有台鐵高家化 這邊也是很熱鬧的一個地點 因為這裡是廟東夜市 以前這裡有一間 風源國際電影院 不過已經關了 這邊有個麥當勞 右邊有個麥當勞 然後 左邊又是廟東夜市 廟東的 那個 慈濟宮 廟東 慈濟宮 的夜市 在左邊 現在已經很多人 在排隊了 已經 人山人海了 進不去了 那 我們這裡 慈濟宮的 旁邊這條路 叫做新一 新一街 風源最熱鬧的地方 是在這 這裡 這裡 的熱鬧 是 從來沒有沒落過 從來不會感覺 它有在沒落 一直都這麼熱鬧 而且 房價一直在漲 房價在漲 有些人說 風源沒落了 我覺得哪裡有沒落 房價都在漲 怎麼會是沒落 其實也不只風源 其他地區也是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很多 從 北部地區 或是南部地區的人 他們都往台中這邊移送 因為我覺得台中更適宜居住 台中更適合居住 環境 當然有很多人會 持反對的立場 比如說他們說 台中有那個 火力發電廠 有四根大煙囪 其實 如果你真的 在台中樹的話 你不會覺得空氣不好 你並不會覺得空氣不好 但是 新聞在說的 就像 上次 我們有去北京 以前都說北京的空氣不好 有霧霾 什麼的 可是實際我們到北京之後 發覺 欸 空氣呼吸起來也是蠻乾淨的 沒有覺得有什麼霧霾的感覺 這是新聞在報 跟我們實際的感受 有時候新聞是報憂不報喜 他也是想要 從那個 瀏覽率 電機 所以他會比較 標題都很聳動 內容也是 所以千萬不要去相信新聞 像最近新聞不是說房價 會跌嗎 然後當然 這個 有什麼 銀行的現代令 確實 那個 這個 銀行的水位是滿的 是沒錯 比較滿 是沒錯 被影響到想要貸款的人 那 因為大家都覺得 好像 貸款會有困難 所以就不敢來買房子 那就變成 群 群 群的心裡 就會不太敢買房子 其實 貸款還是貸得到 有些銀行還是可以貸 那不是說全部都禁止不行 就是你只要找對銀行 還是可以順利貸款 可以來 詳情請 直接來 打電話來問我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買房子 我們可以幫你找到好的銀行 來幫你貸款 因為願意貸款的銀行 都有門路 不要被新聞嚇到 不要自己嚇自己 那房價會不會跌 會不會因為這一波而跌呢 說真的啦 台灣的房價 是百分之一的有錢人撐起來 百分之一的有錢 就是 你覺得啦 其實大家 大部分人買房子都是明確誤爛 他不會去 以前都是看了又看 比了又比 但是呢 房價是怎麼撐起來 就是 就是那些百分之一的有錢人 他們願意去承接 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然後他們買下來之後 買下來之後 市場看到了 那別人看到這個 欸 這麼貴的價錢 居然還是有人買 那是不是我要賣的時候 就要 讓他比到這個價格啊 喔 這是一個 你的一個實價登錄一出現 喔 大家都覺得 哇 那這個 下次賣我要賣的比這個還要貴 喔 那是不是有這樣子的市場 還是有啊 因為 99%的人嫌貴 他不會買 喔 但是百分之一的人 他願意下手去買 市場就漲起來了 喔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 認同 喔 這樣子的價格 他願意下去買 是 行情就漲起來了 喔 喔 有人說是巴爾法治 其實我覺得是百分之一 去對抗那個百分之99 喔 巴爾法治還說的太 太含蓄了一點 喔 其實 喔 真正 把房價扛起來就是那百分之一的人 喔 現在年輕人當然買不起房子啊 都嘛是老人家來買 喔 然後很多都是現金買 不用貸款 還有 直接用現金 常常會遇到 喔 常常遇到用現金的 欸請問一下現金買有沒有比較便宜 我現金夠 喔 常常會遇到這樣子的對話 喔 你說的中間你就知道 其實我以前喔 就覺得台灣 需要幫助的人很多很多 需要的人 經濟上有困難的 當然百分之九十九 可能真的經濟上沒有說很好 喔 所以你會覺得 你在這個群眾裡面 你會覺得 欸 台灣人怎麼可能 買得起這麼貴的房子 可是呢 當你 我現在做了房仲 我接觸了很多 喔 在買房子的人 我才知道原來 有錢人真的是很多 喔 平常我 我以前 沒有在賣房子的時候 都遇不到有錢人 可是當我現在要賣房子了 我就遇到一堆有錢人 喔 所以 我們的眼界喔 你要把它打開 喔 你要去當那百分之一的人 還是要當那百分之九十九 默默無穩 的人 當然我 我目前還是那百分之九十九 還沒有辦法去負擔的人 但是呢 當我看到那百分之一的人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的眼界就不一樣 喔 所以 為什麼我在 我的頻道裡面一直說 房價會漲 是真的會漲 因為 每年新聞都在 暢水 房價 房市 可是每年房價都一樣早漲 我好像廢話太多了 那 當然你不認同沒關係 就當作 因為 這是 我影片有時候拍的比較長 廢話比較多 如果不喜歡的人 就直接跳 跳出去就好了 我並沒有要讓 任何人一定要認同我的觀點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但是呢 我還是苦口婆心的說 如果你負擔得起 你甚至找房子 真的有負擔得起一間房子 這一間房子的時候 或許它比行情高一些些 只要你負擔得起 你要趕快決定 當然 我說的負擔得起 不是當下負擔得起 不要打動點充胖子 你要能夠評估十年二十年 這一個 甚至三十年的債款期間 你要能夠 可以負擔的 那你就可以 放心的買下去 因為 真的會漲 房價是真的會漲 OK 好 那說到這裡 如果你有興趣 請打電話給我 我的 我的頻道底下都有我的電話號碼 直接打電話給我 如果你覺得 這件 好 不喜歡 不適合 或者是你也不想要找我 買房子 也沒關係 我還是希望你能夠常常看我的頻道 看我的影片 希望你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頻道無件數真的很多 是一個很龐大的資料庫 可以讓你隨時隨地都來看一下我的影片 有沒有隨時更新 上架 那我有一千多集的無件 而且我每天都會拍攝新的無件 所以 絕對值得你去訂閱的 你不用出門 我就帶你看遍中部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也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底 一刀未剪 沒有剪輯 沒有光效 沒有美化 一定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英九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了 知道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了 好 那我們說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 聽我廢話這麼多 那當你有決定要買房子的時候 希望你會想到我 希望你會 你會打電話給我 等你的電話 感謝你的支持 謝謝你選擇我 為你服務我 謝謝 拜拜